比赛开始 逆旋转 一般人用不上 好球 在这样的煎熬中 他们逐渐的成长 这场比赛的 整个比赛的总奖金 是33万美元 也是 会选择不同类型的比赛 赏金多积分高的比赛 往往高水平的运动员就多 所以正手还是比反手威胁要大 好的 好球 白短 抢弓上手 相持 8算是领先 正在进行 单打的决赛正在进行 由于今天的朋友 在这个之后 继续来关注F1赛车的比赛 也比较高 但是张迪柯的身体没有完全跟上去 两个队是马林执掌的中国平朝联赛的男团的冠军 中央电视台当现场直播 欢迎大家收看 更硬了 漂亮 2比6 那包括刚才在女子单打的决赛中 啊叮咛过艳也是打到了7举 已经获得了啊这个冠军 女子双 好 漂亮 就是张继科获得 去年的亚军是马林 漂亮 再来 啊这样张继科就以11比9 取得了第二个城市的整个形象品 形象啊 为经济建设服务 又推动啊乒乓球运动和其他体育项目的发展 别的点是非常困难的 这时候他就敢于大胆的侧身 哎呦 哎呦 啊这是一个新的动态 所以中国平方队呢也是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局 啊最后呢 是郭艳取得了胜利 漂亮 啊 哎正反手啊中院台拉球的时候他的动作的协调性非常好 啊 啊 中国平方球队的这个年 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啊张继科马龙 漂亮 漂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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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顺旋转 调打 果断 而且步伐跟的也比较好 重心马上跟上来了 漂亮 这是 哎呦 车里球的质量非常高 连续反手发力 然后正手侧身打 比试 我们来看下一局 在前面呢 已经产生了三枚金牌 漂亮 打的冠军 被郭燕获得 他是战胜了丁宁 获得冠军 他是半决赛 碰到了延安 盐也是这次比赛中 按一个亮点盐 盐 水骨笋 漂亮 好的 运气球 苏州的现场的观众 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仍然还是会喜欢看 特别是外国的选手和外国的观众 但是呢 中国运动员的比赛呢 我们可以看 卡龙发球 5比3 漂亮 大家可以注意 他完全是一个6比3 有的是在韩 马龙加油 非常突出 像中国选手王浩 这都是可以说是乒乓球界的天才 因为在中国 打球的人太多 这发了一个极长 刚才呢 都是发短球 突然发个极长 这样呢 造成了张继 又回到短的了 接发球抢锅 现在张继 现在张继科 几点 好球 上一局是出现了相反的局面 张继科已经反三分 那结果张继科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来继续观看下一局的比赛 第五局比赛 有抗击打的能力 就是挨几拳 不怕 即使倒了地 把它记下来 这样的才能够 下面的行动 它的短是什么 要扬长臂短 漂亮 他曾经呢 在运动员的时候 和杨颖获得过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混合双打 回合呢 往往比较少 大家看这种球 巨大的爆发力 好的 反手加力以后 紧接着大胆侧身 大家看 就这个球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靠着 7比4 拉起来 拉开了 但是在上一局 马龙下手了 好的 又形成了像 那一局一样 四个局点 对方翻盘 好球 逆旋转 拉起来 反拉 马龙这一板 反拉质量很高 这样以11比7 取得了这局比赛的胜利 大家看 马龙这个反拉 也是有所准备 有备而来 来欣赏 他的自信心明显的加强了 更加凶狠 体现了男子比赛的策略 反而被马龙 反拉 反拉再来 军都是中国选手 这个变现变得很快 双打的比赛中 中国运动员郭月和郭艳 战胜了李小强和郭艰 三领先 现在的中心目标 就是20队哪三名选手 代表中国去参加奥运会呢 男三个 这次王浩呢 痛的是输给了张继科 哎哟 逆旋转 马龙又侧身了 马龙正手在连续拉 5比10 马龙拉起来 正手连续拉 乒乓球的大梁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国际平均联职业巡视赛 中国公开赛苏州站的比赛